蔡副院长,各位委员先进 今天应邀前来贵院进行施政报告 首先对贵院上个会期 对本院的支持和指教 以及各位委员先进 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谢 今年上半年 本院的各项施政 已经编译成书面报告 送达贵院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参考 以下紧就本院的施政成果 以及未来的施政方向 向贵院提出报告 依据蔡总统的施政蓝图 以创新、就业和分配三项原则 引导国家新的经济方向 我们会审慎弥定 前瞻性的施政方针 涵盖发展经济 安定社会 永续环境 均衡区域 健全民主 强化国安等面向 分别报告如下 这个面向是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新技 我们会以推动亚洲戏股 智慧机械、绿能科技、生技医疗 以及国防等五大创新研发计划 作为驱动创新经济的基础 第一项是扩大基础建设 引导产业转型 第二个重点是 推动留财和缆财计划 打造亚洲创新人才的武财 第三项重点是 松绑财经法制 推动生活产业 健全社会安定网络 实践公益新社会 首先是营造安全家园 推动都市更新 两岸的和平稳定 我们将依照公开透明 人民参与国会监督原则 完善协商法制基础 持续推动两岸互动 还有协商 捍卫南海主权 积极解决争议 为了因应南海仲裁 对我国主权、余权等等权益 造成的新情势 政府坚持固守南海诸岛 捍卫主权的立场 并且将依据 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的方式 和平处理南海的争端 今年520以来 行政团队 积极和公民团体 工商界团体 各界意见领袖 进行沟通 倾听各方面的声音 未来我们将持续 求取各方的平衡 以谦卑的態度 有效的方式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国外主 救下来 国外主 国外主 救下来 国外主 国外主